哈喽 大家好 我是龙姬 现在我在新店这边 装修已经结束了 然后呢 现在有客人要来定制床垫 我等下拍视频给他 啊 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哥跟一个新加坡的客人 聊了一整晚上 就是在讨论床垫的各方面材质 还有他的性能 你爬 你爬吗 是 是啊 是辣子 那是热热的 哇 今天你提到一张咖啥 关给了哈 啊 因为它现在是几面的站本 所以你看你还可以爬边下去 踩到白色部分 哎呦 白色部分相对来说就比较软一点 因为这腰部 是称同那个臀部和腰的嘛 所以它的弹方的弹力就好一点 支撑性就好一点 站起来跟躺下去的区别不一样 站起来它比较软一些 那肯定不一样 嗯 就是白色部分呢 它是比较软一点 就比较贴合我们的肩部和颈部 中间这个呢就有支撑性好一点 它撑着我们的腰部 本部 所以我们的 比如说太软 睡觉起来之后 整个人腰痠背痛的感觉 像这边 上面的话也是 你侧身躺的话 它肩部 寿命就 比较有包裹感 而且我们这个弹房 它是 无胶连接的 市面上很多的这种鼓立带呢 它就是 一层一层的一排排过去 而用热溶胶来黏的 或者那些胶水黏起来的 我们这个是 我们看到是机器红的 这是红制的 它就不是用那些胶水来黏的 我哥非常腼腆的 等他也就不敢上镜 我就顺便录一下 他上镜的时候呢 就是 跟客人介绍的时候呢 上镜就觉得他好像没那么尴尬 他就是长得比较黑嘛 看不出脸红 不然脸早就红了 你朋友太多了 行啊 这里是二楼的财字展示厅 上面各种各样的布料 现在都已经准备的七七八八了 我哥等下会 在这里呢 给客人们介绍一下 这些传电的好处跟用处 盘房上面制成材料呢 就是那个3B的材料 它整张材料呢 都是那个锯子纤维的 它是很风透的 风风透气的 而且是可以水洗的这个材料 它这些全部都是用来展示的材料 一张一张的翻过来翻过去 就是为了拍视频给客户 确认一下用料方面的问题 其实我跟类琴之前的介绍视频呢 是没有那么详细 没有那么清楚的 最重要呢 还是我哥哥 他们自己来介绍会好很多 而且就做事这方面 大家不用担心 我自己这里下的单呢 我自己介绍的客户呢 基本都是我哥哥亲自超懂 它是每个盘房有30米的这个厚度 而是一米八成两米 每张弹簧的话 它是有 就是这块东西 有1221个弹簧 它就使睡上去的时候 更加多的这个弹簧 作为这个包裹 是吧 使支撑性能更进一步 可以耶 这拖了鞋上来这里上面才感受得到 它两边是硬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这边软很多 这里是腰部支撑的地方吗 这个是一个越南进口的鱼胶 这个是30米后的 因为鱼胶的话 你没有个30米到50 它是比较能感觉到这个鱼胶的Q弹这个效果 因为是鱼胶的话 就是要它这个Q弹 还有那个防满的效果 所以我们这个鱼胶是放在面料下面这一层 就是让它防满 抗菌 你会说那些满足走到下面的那个弹簧里面去 就是咱们的配置就是一个独立带的弹簧 加一层3D 加一层这个气泡弹簧 还有加下面这个鱼胶 睡起来的话 包裹感比较好 但也是很有支撑性 像我第150斤的这个体重 反正去腰部的话是比较贴合的 特别有这里 它是贴的比较稳 因为它支撑上来了嘛 就不会说腰部太硬的传电 它就腰部悬空也是不好的 本身我们人体的腰就是有个腹部的嘛 这就是进口的体感冰湿面料 我昨天晚上卖了一张就是这个 这款面料呢就是我这边的面料来说 算是最好的 因为下面那个肠里面 它本身也是做的比较高端的 这些贱人的 它这个面料是那里最贵的 这种面料的 它这个是温感冰湿 就是手放上去的话 它温度的变化 会可以调节的 是可以恒温的 其实在热的地方的话 它这个感觉比较凉爽一点 像这样一套的配置下来的话 它就 贴合度也有了 就支撑性也有了 像这个舒适度也是非常好的了 那么肯定好像是要搞的 因为这些都是定制化的产物啊 它不像是工厂一样那种流水线生产 而是需要跟每个人确定好他们所需要的床垫 所需要的软硬度 还有他们自己的身体结构方面的问题 然后才会去决定去做的床垫 相对来说产能就比较有 先一天最多就生产了十几张 刚好前几天就订了一批床垫 下午也有一个客人 也是订的这种体感冰湿的 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工厂内部的一些生产流程和工艺 更了解床垫这一方面的知识 把车子放在路边 结果这个牌子 已经转歪了 而且是两边都弯了 没事吧 嗯 哎呦 压力现在旁边摔了一脚 把我吓死了 好点了没有 应该没事 我打开灯跟空调我收拾一下 我去看一下空调让一下 车里面现在好多东西还没有收拾 最重要的是我们准备再次出发了 刚刚我们两个都被吓死了 那现在就旁边嘛 有一滩泥巴在那里 可能没有看清楚 就一脚下去 就滑倒了 整个人都滑倒了 我想在旁边开门 然后那边太挤了 还好没事 还好没事 现在不疼吗 不疼就是摔雨 现在吓死了 不需要 不需要听一下泰心 吓死了 吓死了 还打算过两天吧 就去做产检之类的 去照四围 就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一起旅行的 很想一起再出去 等照了四围之后吧 就再次出发 现在呢也要开始为此做一些准备了 车里面的东西 去周周边的城市玩一玩 走不远的 不会太远 我想去挺多地方的 以前呢 比较想去雾园 离这里也就一千公里左右 会是出省吗 比较行不行 我呢就比较想去 那个叫啥 桂林 还有呢清远 因为现在是桂鱼特别多的时候 我那竿子这么贵买过来 没道理一条都钓不到吧 没有这么黑吧 然后呢 去那边去一趟吧 再去一趟惠州 还有我有个朋友 他是在那边搞房地产之类的 他说我们去中山买呢 还不如去惠州买 现在有些楼盘呢是半价 半价出售都有 让我们去看一下能不能节俭漏 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 也想去那边转一圈 试一下运气怎么样 你先休息一下吧 我收拾一下车里面的东西 像我来去洛阳提车的时候 这些东西全部都没剪 乱七八糟的 等下我重新消毒之后 再把床电脑啥的铺上去 衣服也没洗 现在洗好之后捡好维生 估计你想啥时候是吧 你姐 就 产检过后吧 8号去产检 然后9号咯 9号 8号我们产检完就直接去了 就不用回来了 就不用回来了 我觉得这样挺合适的 这个是化妆盒还是什么 要不要 要 放回去 对啊 我感觉我们好多衣服 衣服这些都没用啊 这个 好香啊 这个是在4月份吧 云南那边采下来的春茶 特别香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可以拿到店里面去喝 对对对 到时候这大概还有半斤左右 所以我还是拿到店里面喝 拿着 这个被子我放到前面哦 应该也前面也不怎么脏 你现在是铺床吗 对 临时零级的东西搞不定的 是之前洗过的 是的 洗完之后我再放到上面的 不过已经有 两个月时间了吧 就没用过这个东西 你没有用啊 你直接睡在垫子上 对啊 我是喷过那些酒精消过毒的 应该没问题 哎呀 一个人就邋遢一点 无所谓 带上你就肯定不行 等下我搞定之后 我再用酒精消一下毒吧 你也太邋遢了吧 哎呀 还好吧 男人本事 不过我的这个机器的话 现在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啊 交给防治厂的门去调 结果告诉我调不了 什么东西调不了 就是他充电功率特别低的问题嘛 拿到去那边呢 他说是跟这个电 电瓶的电压有关 他说那个是智能调的 手工的话调不了的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我只能去看一下 网上没有其他品牌 密编器可以选 因为之前这个机器没有问题的 它是在空调烧了之后呢 才出现这个问题 你现在肚子没有事吧 没事 我尽快搞定 搞定之后 上去上面 回家里面听一下泰西 它这个门没有办法完全打开了 就是没有那么方便 但是想到以后可以带着摩托车一起去旅行的话 你不要了吧 我心里还是 先把它拆掉 等你以后要装了 才再装上去 我永远要装啊 我永远要用啊 我特别是要去山 像什么大山里面 看广西那边的话 用到特别多 应该搞定了 以前我比较 你知道没电影像的 五眼啊 嗯 其实我觉得桂林那边也挺不错的 因为桂林算是假天下嘛 真的不是吹的 我去了那边之后才觉得 啊 原来山水碧连天是真的生在里面 但是我们本来就是在山区 我就不太对山区感冒了 那你想去五元是为啥 我想去五元看那边呢 秋天 嗯 就是他们秋瘦什么辣椒之类 塞辣椒 对啊很漂亮 还好吧 我去桂林主要是因为那边的鱼非常好吃 而且现在是桂林最肥美的时候 他们那边有一条 一条街嘛 河仙一条街 我就知道你想吃鱼 所以我就不想去 这样说明白了吗 或者我们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商量一下 就跑一条小环线 去一趟海边 惠州 惠州什么样去 但是好像去惠州跟物园比较顺路 去广西就不是 对啊反正怎么跑都不怎么顺路吧 我们要去先上韶关 上了韶关之后再去惠州 再到清远 再到桂林 再到物园 哇这条小环线感觉不太小 你有没有看那个地图怎么走 我看了 反正要上下来的话至少要2000多公里吧 不过我觉得应该挺好玩的 这是一个小旅途吧 2000多公里也不算长 正常我们出去一趟都一万公里左右了 这车现在也就24轴公里 也才出去两三趟吧 差不多这样 然后车里面很多东西呢 要慢慢弄吧 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搞好的 到时候可能跟妈妈也一起出去吧 对 但是车上就睡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是很麻烦挺难解决的个问题吧 如果说我妈妈睡在外面呢肯定会被网友给骂 说我不孝顺呢什么什么的 但是让我妈妈睡在里面跟力情形睡好像 好像又不太那啥 不太正常 对吧 你觉得呢 两边都不太习惯吧 要不过我们就像到了一个地方 这样妈妈就住酒店 也行 因为我是有摩托车的 摩托车的话我妈妈有驾照 可以直接开走没有问题 你真的要带摩托车出去吗 我真的要带 真的很方便的 有些地方静摩的 大部分山区都不静摩都可以进到里面的 我就不想让他带摩托车 我考虑一下吧 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问题 还有杨玉要怎么安排呢 杨玉也一起去 也要一起带上 到时候他就在如果遇到天气好的情况下 我跟我妈妈搭上棚都可以 然后杨玉呢就在外面跟我们一起风餐露宿 这样也可以吧 应该不要出去太长时间 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时间就够了 丽琴还要回来做一些堂奈的 而且在大的月份的话 我不太敢带丽琴出来 刚刚丽琴滑倒那一下 吓得我要死 你这直接就大腿就磕到肚子了 他就嗷嗷叫 然后吓我一跳 挺吓人的 昨晚 早晚那我养趋了 去走趋了 都可以聊一段 有一点关事感 而且我们的床 你放了孕妇枕之后 我估计也睡不了里面了 我就只能睡在外面 孕妇枕在这里吗 那我就非常非常挤了 到时候你睡这里也可以 我跟妈妈在外面打帐篷 我们有两番帐篷 还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就你的东西 我明天开始剪下来 毕竟现在都几号了 现在几号 那你拿下来 我每天不用用了吗 就有的东西 他可能可以带下来 我不用带很多东西 像是涂肚子的橄榄油 还有孕妇的你的那些药品 不是买了很多品吗 那些不钙的钙片 那些都是当天就可以拿下来的 还有那些小杯小罐的东西 还有洗浴用品 这里都不太全 有的孕妇装用的洗浴用品 还是要带上 这两天能买的话就买吧 这里到时候全部空出来 洗好车上的脏衣服 重拾好 然后过两天就出发了 回去赶紧回去添一下宝宝 宝宝的声音 闷子 可舜可 不要 Sandra 你明白 你还赚个 最 zdrow Hope 不要 好 不不可 你会轻开一点 怎么弹在那里 不是菜的 每次都弹在那里 弹在那里就弹在那里 弹在那里 每次弹在那里就弹在那里 这样就像斧子练习 宝宝安全啦 喜欢我们视频请观众哦 拜拜